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十几个雨狮冷笑不止 我瞧他们神情 多半想要暗地里破坏使诈 不由更加为你担心 此时却听见神帝笑道 这位小兄弟 你若是能让昆仑山下起暴雨 我便封你为大荒雨狮 专门负责大荒降水之事 如何 众人听了更加哗然 大荒雨狮之位 已经空缺了近三十年 巫族中许多神巫和雨狮 都暗暗地觊觎 神帝竟然要将这位子许诺于你 那不是更加让人记恨吗 你哈哈大笑 竟然大言不惨地说 那就多谢神帝了 伸手在袖里摸来摸去 寻了半赏 抓出一个柳叶似的淡绿色冰晶 在空中抛了一抛 张口将它吞入 片刻之间 你竟然化成一条巨大的赤色球笼 盘旋着朝空中飞去 摇池宫里的人们都好生吃惊 以你当时的年纪 竟能化为这样巨大的瘦身 那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看着你飞入蓝空 心中说不出的紧张 那时我想 倘若你当真失败了呢 我真的要弯出你的心来吗 一想到这个念头 我全身便开始发起抖来 片刻之前 我还在发誓 要将你随时挽断 但片刻之后 我满心期盼的 却是你能毫发无损 平平安安 我就这般颠来道去的胡思乱想 看着你在空中飞舞 心中突然对老天祷告 倘若今日昆仑山下起暴雨 我少活二十年 三十年也愿意 不知过了多久 天上突然响起焦雷 一声接着一声 震在我的心上 震得我说不出的欢喜 瑶池宫内一片骚动 昆仑山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降过一滴雨了 忽然之间 不知从哪里 涌来无数的云朵 在空中厚厚堆积 过了片刻 大雨轻盘落下 整个昆仑山 笼罩在蒙蒙的雨雾里 瑶池宫内发出一片欢呼声 我忍不住地跳了起来 大声地欢呼 泪水不断地流出 你在云层中穿梭 雨越来越大 瑶池宫中的那些雨狮 神巫们的脸色 却变得越来越难看 而你在空中 却哈哈大笑 重新变回人形 降落到瑶池宫里 神地欢喜得很 当即便宣布封你为 大荒雨狮 但是 巫族之中 纷纷有人跳降出来 说大荒雨狮 可不是落一场雨 就能当上的 除了欲云换雨术之外 还须得有其他本事 能令天下英雄 臣服才行 哼 那些人心里嫉妒 才变着法子来阻拦你 他微笑道 可是 谁让你年纪轻轻 被那般狂妄嚣张呢 那些人里 有木族的飞奴 金族的白鞋 土族的杨公鹤 甚至 还有我的表哥 列长桑 个个都是当时顶尖的高手 只有你们水族中人 瞧见你 以水族浪子的身份 大出风头 都颇为得意地支援你 可是这些人中 暗暗记恨你的 也不知有多少 我心里紧张得很 你却笑嘻嘻地 毫不在乎 说 今夜雨停之前 倘若有人 能将我打败 我就从此 再不踏进大荒一步 那些人听了这话 更加生气了 就连那些 原本不吭声的 王侯贵族们 也变了脸色 吃油听得出声 连心中剧痛 也渐渐地不觉得了 心想 摇池宫中聚会的 无一不是大荒顶尖人物 这赤松子竟敢说出这般大话来 段叔叔号称狂人 可是比起这姓赤的 可又不知差了多少倍 他素来 桀骜狂野 这赤松子的行径 倒是大对他的脾胃 对着素未谋面的传奇人物 不尽起了钦佩 向往之意 众人见你这般狂妄 都着恼了 那飞弩 第一个向你挑战 他的铁木羽剑 号称天下 第七名剑 起料一连七十二剑 一剑也没有射住你 反倒被你弹笑间反弹一剑 射穿了右手 接着 便是白贤和杨努贺 出手不到两个回合 便被你封住了经络 丢到摇池之中 他们俩人快要弃婚的表情 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呢 南阳仙子微笑道 第四个 是我表哥 列长桑 那时 他可是我们伙足列家的翘楚 武功和法术都高明得紧 但是 他也只抵挡了十个回合 便被你一指 将紫电刀震飞 从上午到黄昏的三个多时辰里 一共七十八名高手向你挑战 但竟没有一个能与你斗到百招之外 眼看天色江黑 我心里正暗自欢喜 不想 青帝灵感阳竟突然起身向你挑战 赤油听到青帝灵感阳无字 灯是大怒 猛的一排洞壁道 可奶奶的紫菜鱼皮 那个老匹夫心胸狭隘 卑劣无耻 南阳仙子微微一睁 吸道 赤狼 您想起来了吗 闭眼凝视着赤油 声音都有些颤抖起来 赤油愣了愣 含糊道 你往下说吧 南阳仙子指道 他已记起部分前世之事 满心的欢喜 接着道 那灵感阳 那老匹夫性子乖僻 又目中无人 想来 是见你比他还要狂吗 心里记恨 便不顾身份向你挑战 瑶尺宫中灯石寂静下来 大家都呆住了 那些羽诗神乌 却幸灾乐祸 一心等着看你出丑 我的心紧张得 快要跳出来了 你却依旧毫不在意 插着双手 满脸玩世不恭的神情 老匹夫正要动手 神帝说道 再过半个时辰 天便要黑了 若是到了那时 这对小兄弟还未落败 这大荒雨尸 便非他莫属了 神帝 倒真是个敦厚的长者 生怕你吃亏 先将这规则 重复了一遍 老匹夫冷冷地说 不必了 若是一百招之内 不能将他打败 这场比试 就算是他赢了 话一说完 就朝你出了手 那老匹夫极是厉害 第一招就险些 让你挂了彩 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手心里都是汗水 一遍一遍地 在心里祷告上天 让你平安无事 你笑嘻嘻地左闪右臂 转眼之间 就已经受了十几处伤 浑身鲜血 但脸上依旧是那天不怕 地不怕的无赖神情 南阳县子紧紧地抓住 池油的手 掌心微湿 语调微微有些发抖 似乎回想起当日显状 突然颇为紧张 一连逗了几十回合 你虽然变身世上 极是狼狈 但仍然谈笑风生 遥迟宫里 众人见你竟能与老匹夫 缠斗这么久 都极为的惊讶 就连起初看你不起的一些 贵族王侯 也紧不住为你叫好 逗到第七十六回合时 老匹夫终于使出了 冷月十一光 那柄弧形箭刚一出鞘 便将你刺了九处重伤 瞧着你雪人似的站在见光之中 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么危险的时刻 你竟然大大咧咧地朝我微笑 对我传音道 小美人 你的眼泪 是为我流的吗 一颗颗落在地上 太过可惜 将它们 装在匣子里 送给我吧 我被你逗得笑了起来 但泪水 却流得越来越多 赤狼 你总是这么狂妄放肆 别人 越是担心害怕的时候 你却越是嬉皮笑脸 我突然心想 倘若 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活了 南洋仙子叹了一口气 将头埋在吃油的胸前 束手轻轻地摸索着他的胸膛 低声道 赤狼 便是在那一刻起 我发觉 自己喜欢上了你 顿了半嗓 才诱到 你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从口里吐出那柄水玉柳刀 刹那之间反手围攻 向老匹夫一口气 攻出了二十二刀 大家都吃惊地站了起来 我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 你苦苦支撑这么久 竟还能顺息反攻 险些将那老匹夫杀得大败 那老匹夫动了真怒 冷月十一光重重地砍在 你那水玉柳刀上 等时将你震得拖刀翻倒 身受重重重 老匹夫朝你刺出最后一剑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以为你死定了 我正要不顾一切地动手阻拦 却瞧见你突然伸出两根手指闪电似的将冷月十一光夹住 以老匹夫的真气竟也不能突进分毫 摇池宫里的人们都看得呆住了 老匹夫眯着眼睛 看了你半晌 突然冲回剑 一言不发地下了扇 你笑嘻嘻地爬了起来 若无其事地拍拍衣服 走回到座位上 不知过了多久 神帝忽然拍起手来 大家这才豁然惊醒 纷纷鼓掌 那些雨湿神屋 又是惊讶 又是愤恨 我泪眼模糊 望着你一瘸一拐地穿过漫漫人群 心里说不出的快活和骄傲 雨渐渐地止住了 星星淡淡地闪烁 昆仑上山的彩灯 也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大家坐在摇池宫里 继续晚宴 到处是歌舞 到处是人影 而我的眼里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你却笑嘻嘻地坐在寒玉阁里 一边喝酒 一边和身边的女子调笑 再也没有瞧过我一眼 赤狼 你 你就是这般的薄情寡义 反复多变 总是先将我的心 带到最高 最高的云端 然后 毫不留情地 重重地摔落到万丈深渊里 再用万钧巨石 压得粉碎 南洋仙子咬着唇 目中渲染头 我冷冰冰地坐在人群里 觉得 与你隔得那么遥远 突然发觉自己先前 是多么的可笑 我是你的什么人呢 素不相识 却这般一厢情愿地 为你牵肠挂肚 为了你的一两句 无心调笑 心醉神迷 在你眼中 我与那些女子 又有什么分别呢 瞧着你将一个女子 搂在怀中 与另外一个女子 放肆地耳语 亲吻她的耳垂 我的心裂成了千千万万片 又开始恨你 咬牙切齿地恨你 咬牙切齿地恨我自己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忍着眼泪 离开了摇池宫 一路上 想着你 与其他女子在一起的情景 心如刀割 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想到你可能也在其他女子面前 那般赤条条地插手站着 无赖似的微笑 我突然心痛得几乎晕绝 扶着长廊的柱子 全身颤抖 泪水汹涌而出 无法呼吸 无法思想 无法挪动身体 突然 从我身后 探出一只手 手里 捏了一个淡蓝色的水晶盒 我的泪水连珠似的 滴落在那水晶盒里 我猛吃了一惊 刚要回头 就听见你笑嘻嘻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降雨吗 因为我专门收紧女人的眼泪 南洋仙子紧紧地抱着吃油 哭泣道 你这无赖 你这轻挑的无赖 明明知道我的心被你踩碎成泥 却还这般嘲笑我 吃油听到此处 心中大为不以为然 心道 这赤松子这般折辱女子 实在有失英雄气概 对她的钦佩相惜之意 当时打了折扣 南洋仙子哽咽道 我的心里好生难过 但我素来要强得紧 岂能这般示弱 于是我用真气 将眼泪蒸腾 转过身冷冷地说 可惜了 今日你这狗嘴侥幸降雨 否则便可以亲手 将你的心弯住来了 你挑着眉毛 笑嘻嘻地望着我 突然伸手捏住我的下巴说 我想听听你的真心话 然后 然后 你这无赖 就忽然 就忽然吻了我 你的舌头 强横地撬开我的嘴 肆无忌惮地 在我的口里 辗转 瞬息 突然之间 我全身叹软 泪水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脑中 一片迷糊 轻飘飘地 随着你每一次的瞬息 而神魂飘荡 我多么希望 就这样被你吸入嘴里 吸到身体里 和你化为一体呀 那一刻 我仿佛忽然崩散了 粉碎了 只有心还在强烈地收缩 幸福地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放开了我 我呆呆地站着 脑中一片空白 你笑嘻嘻地 递给我一根 浅绿色的草 说 这是摇壁山上的 回烟草 那夜 你睡着的时候 我对着山谷 说了一句话 不知 这 你有没有听着 我呆呆地接过回烟草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不怀好意地笑着 转身消失在长廊外 朦胧的月色中 我握着草 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间 呆呆地坐在窗边 一直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 突然 一阵风吹来 灰荫草在月光中 轻轻地摇摆 发出细微的声音 反反复复 像一连串的重锤 将我击倒 让我从此 再也无法从这声音中逃离 我喜欢你 南阳仙子眼波如醉 叹息道 赤狼 这 就是那夜 在摇壁山谷中 我睡着的时候 你对我说的话吗 那三声我喜欢你 叫得低回甜蜜 缠绵入骨 听得吃油 面红耳赤 心道 这赤松子 果然好生肉麻 但他却偏生这么喜欢 当真奇怪至极啊 南阳仙子道 这根回音草 从此一直在我的怀里 贴身藏着 每次伤心难过之时 我就要将它取出来 在风中 一遍又一遍地听着 每听上一遍 心里的疼痛 便要削减一分 他突然 微微颤抖 流泪道 可惜 可惜在这火葬树上 它连同我的躯体 被烧成了灰烬 倘若 这一百多年 它依旧还在我身边 我也不会 被这无穷尽的苦痛 折磨得如此难过 南阳仙子速速发抖 泪水浸透了吃油的衣巾 过了片刻 我才定下神来 继续说它 那夜 我听着回音草 在风中发出的声音 整个人仿佛都被融化了 泪水不断地涌出来 但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欢喜和甜蜜 赤狼 从前 我曾听人说过 女人喜欢让他笑的男子 但他 真正生死不予所爱的 却是让他哭的男人 难道 我喜欢你 当真是因为 你总有办法让我流泪吗 无论是使我欢喜 还是难过 吃油 皱眉不语 心中大为奇怪 只觉女人的思路 果真是诡异无比 无法猜同 南阳仙子道 我听着回音草 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着你的声音 再也忍不住快乐的 几乎要崩爆的心情 冲出门 一路腾云踏雾地去找你 在你住的崖边小屋前 我瞧见 你躺在草地上 翘着二郎腿 微笑着目光闪闪地望着我 似乎早就猜到 我会来此 看见你的时候 我又变得无法呼吸 无法思考 就连说些什么 也想不起来了 你招手 让我躺在你的身边 露珠冰凉 我和你躺在草地上 就如同那夜 我们并肩坐在摇壁山 星星依旧密密麻麻地闪烁着 在这高达万人的昆仑山顶 这些星星 仿佛一伸手就能抓着 你说 摇壳宫里的那些人 就像这些星星 在天空上 占据着 显要的位置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提起他们 鼓起勇气问道 那么 我是哪一颗星呢 你笑了 不怀好意地说 你就像是月亮 只要你一出现 他们 就暗淡无光 南阳仙子 敏嘴笑道 你这个无赖 总是知道 如何讨人欢心 我明知道 你是在哄我 心里 还是说不出的欢喜 我说 那么你呢 你又是什么 你黑黑笑了几声 指着一颗 陡然划过的流星说 瞧见了吗 那就是我 我的心里 一阵诧异 突然觉得 一种不祥的预感 压得自己 喘不过气来 原来 你在那一刻 就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命运 不知为何 那一刻 我的心里 突然变得 说不出的难过 难道那时 我也遇见到 我们的命运了吗 那漫天的星星 在剧烈的颤动 好像随时 要压下来 将我们 压成碎末 我突然 害怕起来 眼泪汹涌 转身 紧紧地抱着你 说 我不要做月亮 如果 你是流星 我也做一颗流星 和你一起 坠落到 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去 我感到你 默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 也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这昆仑山的山顶 在这星空下 一风里 我忘记了 所有的一切 一心 只想做 与你平行飞舞 永不分离的流星 他的脸上 涂红一片 水汪汪的眼波 凝视着池油 双手紧紧地抱着 他的身体 柔声微笑道 赤狼 你还记得吗 就在那 满是露珠的草地上 我将我的身体 给了你 我们身侧几尺外 就是万人悬崖 好几次 我们抱着 滚到那悬崖边上 险些 便要掉落下去 每次 我回忆那一晚的时候 常常会想 倘若 倘若那时 我们当真紧紧抱着 滚落到那悬崖下去 岂不是更好吗 就可以变成 永远平行飞舞的流星 谁也不能将我们拆开了 也不必再承受 那接踵而来的 万千苦痛折磨 隔着这一百多年 我仍然可以感觉到 那一夜 你滚烫的身体 在那午夜的昆仑山顶 我却仿佛回到春和日丽的 摇壁山里 仿佛自从那日下午 你赤条条地出现在 我身旁的一刹那起 我们便这般的紧紧相拥 再也没有分离 黎明的时候 朝雾 弥漫在悬崖山顶 雪路 在我们的头顶盘旋 叫声 遥远的如同来自仙界 我和你躺在云雾中 彼此 若隐若现 忽然觉得 你离我那么远 又那么近 但似乎 这朝雾散开时 你也会随着云雾 消散得无影无踪 太阳升起之前 我穿上衣服 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心中甜蜜欢悦 又带着一种奇怪的忧伤 那日的盘桃会 在云海楼举行 我穿梭在人群中 隔着无数的人 捕捉你的身影 彼此遥遥相望 赤狼 那几天 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 每天夜里 我们都要躲避 众人的眼睛 在昆仑山的某一个 隐秘的地方优惠 白天对我来说 是如此的漫长 你没有和其他的女子往来 那几天里 我甚至更相信 你将只属于我一个人 和我在一起 你都贪婪地渴求 肆意地虚索我的身体 我就这般咬着你的耳朵 和你沉浸在甜言蜜语的世界里 四天中 我们了解了对方的一切 除了彼此的身份 与过去的生活 因为 那是你不愿意提及的 而关于我的 你也丝毫不在乎 幸好 幸好我们 都没有提及 南阳仙子的语调 渐渐地低落 泪水滑过脸颊 低声淘 四天后 我爹爹来了 那天上午 在风啸楼的人群中 当我爹爹拉着我的手 正式地向众人宣布 他的长女将是下一任火足圣女的时候 我瞧见你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眯着眼 带着尖锐嘲讽的微笑 转身离开了大堂 赤狼 那时我的心里 好生地后悔 多么想不顾一切的追求 告诉你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 但是 我又怎么知道 让你下定决心离去的 不是因为 我将成为圣女 那天夜里 我乘着爹爹与长老 在房中密谈的时候 悄悄地跑去找你 但是 但是我 找遍了昆仑山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你的身影 黎明时 我站在我们彻夜缠绵的悬崖边 在冷雾中速速发抖 泪水不停地流着 心想 你终于像这昭雾一样 无声无息地消散了 回赤严城的读中 我找了个借口 独自去了趟摇壁山 山上香草依旧 但紫情花 却早已泄了 空荡荡的山谷中 只有我一个人坐着 看着阳光下的松林 想着你 想着你赤条条地双手插腰 站在火光与霞光中 笑嘻嘻地说 我是在这山上认识你的 又是在这山上被你烧着的 你瞧 那松树林的火光 照亮了整个天空 我就叫做赤松子吧 我在摇壁山上 失魂落魄地坐了三天 始终没有等到你 回到城里 我将自己关在房中 每日呆呆地坐在窗口 听着回音草 在风中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你的声音 不分昼夜地想念你 二八月初五那天 我坐在窗口 听见门外人声沸腾 有人说 大黄雨诗要来提亲了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你吗 赤狼 是你终于来向爹爹提亲了吗 心里欢喜得快要爆炸开来 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一路又哭又笑 旁人见了 都以为我发疯了 在爹爹的紫云楼里 我终于再次看见了你 你穿着乌金长袍 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 阳光斜斜地照着你 我的心狂跳着 全身酸软 脑中一片空芒 相隔二十多天 却仿佛分开了三生三世 终于你瞧见我了 但却只是微微一笑 笑得如此陌生 仿佛我们从未相识 那时 我太过惊喜 太过快乐 没有察觉你那 冷淡微笑 所隐藏的暗示 直到爹爹微笑着对我说 大荒语师赤公子 今日来提亲 迎娶你的堂妹姚姬 我这才突然如被雷电劈中 恍惚之中 我瞧见姚姬坐在离你不远处 你和她相互对望 笑得如此甜蜜 刹那之间 我从云端跌入崖底 置身于可怕的梦魇 我的指甲深深地陷入自己的手臂 想让自己醒来 鲜血流了出来 但为什么 那疼痛却比不上我心中万一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的 飘飘荡荡地在宫里走着 仿佛走在空芒的大雾里 耳边轰隆回响着爹爹的话语 再过三日 赤松子就要和姚姬完婚了 眼前晃动着你的微笑 你和姚姬对望的眼神 你从那灿烂的阳光中 赤条条地跳到我面前的深夜 我的心里如此疼痛 但却流不出眼泪 哭不出声 那天夜里 我坐在月光下 听着灰音草 一遍遍地说 我喜欢你 每听一次 就拿银针狠狠地扎自己一次 直到鲜血流满全身 我才终于发出痛切的哭声 我多么后悔 多么后悔没有在那昆仑山顶抱着你掉入万丈悬崖去 天快亮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爹爹 一个妃子说过的话 如果想让一个男人死心塌地地喜欢你 就将紫火冰精 名神相思贤 向日葵和烈火凤凰胆一起研磨 至成情火丹 让他服下 紫火冰精 与烈火凤凰胆 都是我族圣物 没有圣女与长老慧的同意 即便是爹爹 也绝技不能动上一栋 但是为了你 为了你这薄情寡义的赤狼 即便被长老慧 用三位紫火烧死 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也管不着了 第二天夜里 乘着师父不在 我悄悄地将他侠中的十八颗紫火冰精 和三颗烈火凤凰胆都偷了去 获着名神香丝贤和向日葵 研磨成了十八颗情火丹 我带着这十八颗情火丹 悄悄地来到你的房间 隔着房门 我听见瑶姬的笑声 他咬牙道 这个妖魅的臭丫头 平素对男人 便是头怀送抱 见了你之后 更加连骨头都锁了 我听见你们在屋里窃窃私语 他不断地发出银剑的笑声 心里悲苦愤怒 恨不能立时将你们杀死 我听见那臭丫头说 今日在紫云楼 我堂姐瞧你的眼神 好生古怪 大伯说了我们的婚事之后 他好像快要昏厥了 哼 你这个色鬼 定是什么时候悄悄勾搭过他了 你笑嘻嘻地说 你的疑心病倒重得很 和我相好四个多月了 还放心不下吗 我仿佛被重重击了一锤 原来 在与我相遇之前 你竟已经和这臭丫头好上了 那臭丫头冷笑说 我堂姐性子裂得很 你可别玩火 你笑嘻嘻地说 她急不上你万分之一 我勾到她作甚 赤狼 赤狼 你当真是这么想的吗 在我的心里 我当真连摇跡的万分之一 也比不上吗 南洋仙子紧紧地 抓住吃油 指甲陷入她的身体 声音嘶哑 在她耳边哭泣道 我听了你们说的话 伤心愤怒 再也忍受不住 猛的一脚 将门踢开 冲了进去 你们正光着身子抱在一起 瞧见我冲进来都呆住了 那臭丫头突然咯咯笑了起来 拧着你的耳朵说 被我说中了吧 你果然和她有一手 你无赖似地笑着 不发一言 好像眼下之事 与你一点相关也没有 我站在那里 心中怒火熊熊 那臭丫头竟然若无其事地 和你吻在一起 当着我的面 当着我的面 做出那不堪入目之事 我愤怒一急 终于向你们出了手 那臭丫头似乎 早已算到我会出手 哈哈笑着闭了开去 用她的情光同静 与我斗在一起 你却笑嘻嘻地站在一旁 手插着腰看热闹 我心中悲苦难过 万念俱灰 突然觉得了无生去 当下将那一代的情人丹 重重地朝你置去 那臭丫头竟然乘着 我不做反抗之时 将我经脉尽数地封住 南洋仙子目光渲染道 你站在那里 瞧着那臭丫头折磨我 依旧微笑着不发一言 臭丫头将十八颗情火丹 捡了起来 笑着说 这是姐姐做的毒药吗 想要将我的赤狼毒死 一边说着 一边将那十八颗情火丹 一颗一颗送入了我的嘴里 吃油大吃一惊 狮声惊呼 南洋仙子欺染道 你现在倒为我担心了 当时为何却一动不动 眼睁睁地瞧着那臭丫头 将十八颗情火丹 倒入我的嘴里 我看着你那笑嘻嘻的神情 心想 倘若我当真 就这样被情火烧死了 你是不是会因此记得我呢 在你的心中 我和其他的女子 是不是会有些不同呢 心里突然变得说不出的快意 那十八颗情火丹 落入腹中 立刻烧起熊熊情火 我的五脏六腹 仿佛刹那间被烧焦了 我动也不能动 呆呆地望着你 泪水来不及流出 就被蒸躺得无影无踪 你的身影逐渐地模糊起来 周围的一切也开始摇摆飘荡 我听见你柔声道 傻妹子 你这是何苦 当真不做明月 要做流星吗 我听到你终于开口 我的心里顿时变得欢喜起来 想要回答 一团烈火从我的喉咙里喷了出来 整个世界变成了红色 吃油信道 是啊 那紫火冰晶 与凤凰胆研磨的情火丹 乃是致阳致烈的声耀 他一口气吞下十八颗 难怪会有如此可怕的炙火真情 这时 门外响起了各种声音 许多人听到声响 潮水似的涌来 我听见门被撞开了 惊叫声震耳欲聋 爹爹一声声喊我的名字 我张开口 却发不出声 我听见爹爹历声质问你 你哈哈狂笑道 老贼 本想三年之内 让你国破家亡 但现在已经不必了 小猴山下的九条人命 我母亲的清白之躯 二十二年来 我的耻辱生活 今日一并向你讨还 爹爹大吃一惊说 你 你是燕姬和我的 你喝道 住口 你也配喊我母亲的名字吗 那一刻 我才突然明白 原来 你竟是我爹爹的儿子 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吃油大吃一惊 心到 这赤松子处心积虑的阳明天下 原来便是为了做火族贵族的成龙快婿 混入火族报仇学恨 但却在无意之间 犯下这兄妹乱伦的丑行 又想 大丈夫光明磊落 报仇又何必如此 原本对那传奇人物赤松子颇为蛰伏 但此时却起了憎怒之心 南阳仙子颤声道 赤狼 那日 在昆仑山上 你突然消失 是因为知道了 我们是兄妹吗 你装作不认识我 忍心相负 也是因为我们是兄妹吗 赤狼 赤狼 我知道 我不该喜欢你 可是已经太迟了 在摇臂山的那场大火里 我已经将自己的心 彻彻底底地给了你 那时轻火狂烈 我已经看不见 听不清了 但我的心里 却是从未有过的清明和喜悦 我不在乎你是谁 只是不住地在想 原来 你不是存心赋我 你对我的欢喜 也是真的 想到这里 什么疼痛苦处 都变得可以忍受了 我想要睁开眼睛 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隐隐约约 听见无数人叫喊的声音 听见你的狂笑声 听见爹爹发狂似的怒吼 然后我便昏迷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送到这 轩山的火丧树上 体内的情火 仍然在炙烤着 爹爹 站在树下 目无表情地望着我 我大声地问他 你在哪里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师父面色苍白的 和几个长老 站在山腰 传音说 你偷窃了本族圣物 紫火兵精和凤凰胆 又犯下乱伦重罪 长老会 又将你烧死 并将你的魂灵 封印在这火丧树里 经受五百年的折磨 我倒定紫火兵精的时候 早已料之 会有这一刻 对于被烧成灰烬 我丝毫也不害怕 但我感到痛苦的 却是在这最后时刻 也无法见着你 注定只能做一颗 与你交错划过的流星 爹爹亲手 烧着了三位紫火 火焰熊熊燃烧 和我体内的情火 相互击触着 山风吹来 我听见灰音草在怀中 发出最后的声音 那声音在我耳旁营耀着 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火光映红了天空 可是在这片天空里 我没有瞧见 你双手插腰微笑的身影 我就这样 被困在这火丧中 一百多年了 日日夜夜 忍受着情火 与三位紫火的煎熬 没想你一分 这情火 就要跳跃一次 焚烧我的灵魂 南阳仙子 痴痴地凝望着挚友 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柔声道 天可怜见 终于让你来到这 玄山火葬树里 赤狼 赤狼 你可知我有多么想你吗 滑你的束手 扶摸着赤油的脸颊 颤声道 我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赤油 心中难过 寸套 一百多年的折磨 竟不能将他的痴情 减弱分毫 明知 那是他的哥哥 却仍然如此不可自拔的思念 这种感情也当真可怕的紧 心下一鳞 以他这样的性子 若是当真认定我是赤松子 只怕我和八郡主都再也出不去了 南洋仙子浑身滚烫 软绵绵地趴在他的身上 咬着他的耳朵哑声道 赤狼 赤狼 你想起我了吗 在那昆仑山顶 你就是这般抱着我 束手滑入赤油的胸膛 朝着他的腹部滑去 赤油大害 这南洋仙子 寄身于八郡主躯体 情火如斥 倘若累积百年相思 爆发于一旦 自己即算能带着烈烟石 逃离此地 又有何颜面相对呢 当下猛地起身将他推开 喝道 住手 南洋仙子怒道 你 你又想离开我吗 赤油脑中飞扇 突然心念一动 咳嗽道 咳嗽 咳嗽 自然不是 不过啊 你附在这女子身上 若是与你亲热 岂不是 岂不是 南洋仙子 奄然笑道 你这个风流好色的无赖 竟突然转性了吗 说得也是 岂能让你 与这女子亲热 面上一红道 只是 我的躯体早已没了 只能用原神画形 想要和你亲热 却是难得紧了 吃油大喜讨 那又何妨 先让我好好瞧瞧你的模样 南洋仙子文言大为欢喜 笑道 那我就听你的话了 突然紫光一闪 在树洞中盘旋飞舞 烈烟石的身体软软的瘫倒在地 那紫光离合幻化 变成一个朗艳凄美的女子 在半空中飘荡 洞中团团紫色情火 在他周围环绕飞舞 南洋仙子 痴痴的凝望他 低声道 痴郎 你还认得我吗 吃油正要说话 突然听见树外隐隐传来 嗷嗷怪叫之声 心中 咯咚一声 又惊又喜 那声音分明是十日鸟 不知这十日鸟 是循着气味飞到此处 还是被轩山的漫山火焰 吸引前来饱餐一顿呢 突然扑扑之声大作 那十只太阳屋呼啸着次第冲来 猛然着着击地女丧 欢声鸣啼 似乎在声声呼唤吃油的性命 赤油狂喜之下 心中登时做了决断 拱手道 仙子 赤油不过是亡命东海的一界狂徒 并非赤松子 但若是仙子放赤油离开此地 赤油一定替你打听 那薄情寡义人的消息 他日到此告知仙子 南阳仙子怒道 你说什么 你还是想要离开吗 赤油道 赤油不是仙子你等待的人 自然要离开 话音未落 南阳仙子已经大怒道 休想 紫光一闪 朝赤油 电击而来 赤油听他述说往事 对他起来怜悯之意 事已不忍突然离去 此刻见他瞒不讲理 不由也起了怒意 喝道 得罪了 闪电似的跃了起来 一手抱起八郡主 一手挥舞苗刀 一是神木刀绝 狂风暴雨似的怒斩而出 起初方进这帝女丧之时 不知南阳仙子真气强配 与他悍然队长 才会被一招击呗 眼下赤油早有防范 人刀合一 借助苗刀伶俐 全力反击 南阳仙子 想要片刻间将他打败 也是绝无可能啊 清光吉武 气浪汹涌 与那紫光豁然对撞 灯时轰然暴涨 无数紫色情火 急速飞旋 朝着吃油飞射而来 吃油大喝一声 苗刀纵横飞舞 莫得隆起一个真气光照 刀锋转出 鞋带滚滚风雷 朝着最近处的树壁 怒斩而下 轰得一声巨响 那树壁灯时 崩裂开一个大洞 吃油大喜啊 抱着烈烟石 闪电般猛冲而出 身后紫光炫舞 痴痴之声大作 无数情火穿破真气光照 蜜语般 没入烈烟石身体 烈烟石猛的一阵 全身紫光暴涨 啊的一声 口中吐出淡紫色的火焰 南阳仙子怒喝之声 震撤双耳 吃油只觉身后一股 狂猛无匹的真气 惊涛骇浪似的奔卷而来 匆忙间回手一刀 喷得一声巨响 右臂疏码 苗刀险些脱手 后背如被千斤拒追 击中 腹内翻江倒海 攀出了一口鲜血 身后那股真气 仿佛思网缠绕 将他与烈烟石紧紧卷住 猛的回夺 吃油大喝一声 奋尽全力 硬生生的破出树壁 朝外冲去 眼前一亮 火光熊熊 烈焰纷飞 蓝色的天空中 十只火红色的怪鸟 正欢声盘圆 朝着他闪电般的浮冲而下 吃油大喜 十日鸟振意扑落 巨爪纷纷抓住他的肩膀 手臂与衣襟 猛的冲天飞起 吃油与烈焰石 被十日鸟这般一扯 灯石拉脱出 地女丧外 就在俩人即将脱身的刹那 一道紫光 在树洞处炫舞而过 烈焰石再次微微一阵 随着吃油与十日鸟破树而出 光芒暴闪 树洞疏然合上 火焰喧嚣 吃油紧抱烈焰石 翻身跃上鸟背 冲听而去 身后传来悲弃的风声 回头望去 满山火海 红光跳跃 那株地女丧 在大火之中悲伤的白武 吃油心中突然一阵抑郁与愧疚 他怀抱自由的梦想 但面对这被封印于火丧中的南洋仙子元神 他竟无力解救 只能将它抛弃于这晴火四海的荒凉山头 继续忍受无休止的痛苦煎熬 风声如气如速 十日鸟盘旋绕舞 朝着新九姑等人所在的峭壁山洞飞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